而且更可怕的是贵人无剑齿 我以前出国带团 我很注重牙齿的口腔卫生 有一次去做根管治疗 做完之后补一补就没事了 可是事后每次去国外 一周就会起血泡一次 我就把它挤破 就血喷出来了 后来就不以为有什么特别 后来我就觉得这样成绩也不是办法 我就问那个医生 怎么会有这个状况 医生良心发现了 我说不好意思 那个根管治疗那个针 针掉在里面 针在你 针在牙根里面 然后你可以到龙叉医院去做雷射 雷射什么雷射那种 一种特殊 把它拿出来啊 听说是打碎 打碎针头还打碎 气久不懂 只有它一个特殊的机器 结果你去做了 把那个针打碎 已经拖了快两年了 啵 啵 啵 雪炮弄了快两年 后来因为带团太忙了 也想赚钱 对啊 你后来是 你还印象去手术是把它弄掉了 换来去龙叉医院弄掉 挂了挂很久 那机器排很久 没大家很多人在排队 后来他听说不是把它抽出来 听说是用显微手术雷射看进去 不知道怎么处理掉 OK 所以不能拖 之前遇过一个中年患者 他X光检查异常来看诊 那个X光一看 这个长得像肺癌 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这个可能要安排蛮多检查的 可能要做磁症噪音 要做超音波 要切片 要做骨头扫苗等等 那他因为没有结婚 所以他单身一人 他没有什么家属 他唯一只有一个哥哥 那我们知道很多检查 其实是需要家属陪同 所以为了瞧这个他跟哥哥 可以一起来做检查时间 其实检查做完已经过了好几个礼拜了 那检查结果出来说 哇 背线来第三期 那第三期其实很尴尬 第三期就是一个可以开刀 但是可能又开不干净的一个期术 那育后也不是很好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期术基本上 最好赶快去给胸腔外科医师评估一下 看到底适不适合开刀 如果真的能开 那有开才有机会 如果真的不能开 那我赶快帮你打化疗 那结果他跟我说 他的职业是 在深山里面种水果 那个很远的深山 进去一趟要好几个小时的那一种 他跟我说 他现在刚好采收季节 他一定要去采收 要不然不采收水果就烂掉了 他不采收他也没有钱可以做治疗 所以他说那你帮我安排一下 大概三个礼拜之后 我赶快去回诊这样子 赶快去给外科医师评估 我说好 那你尽快 然后他就上山了 结果后来 加护病房那边通知我说这个病人来住院 其实他没有多久一个礼拜后而已 来住院就已经整个休克 住院在加护病房没有三天就走了 那时候死因认为他是心包膜积水 合并心脏衰竭死亡的 这个原因我认为应该是他这个肿瘤已经去肺癌已经去吃到心包膜 所以造成心包膜的积水最后休克死亡 那后来我问他家属 他家属说其实他上山三天就下来了 因为他上去三天就不舒服 因为很喘 对 不舒服就马上下山了 可是他下山他想说他门诊约诊时间还有两个礼拜之后 所以他就在那里等 等一等最后就送急诊 所以时间没有掌握到 是 我在实习医师的时候曾经在我们心脏科门诊跟诊 跟我们心脏科主任看夜诊 一直看到10点门诊快结束的时候 有最后一个年轻女生说要加挂进来看诊 一个20多岁年轻女生 他来就是说胸闷 然后就会有点微喘微喘的 让我们医师看一看他的脸色感觉不太对近 就帮他心脏听听 就跟他说 而且你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喘 他说今天下班就先喘 那你怎么不赶快来看诊 他说他先回家喂猫 猫喂饱了之后才来看诊 那我们医师听一听 越听越不对劲 因为其实他已经听到两侧的肺部 都有水的声音 他觉得他都已经有飞机水的飞水 听得到了水的声音 是 他就说我赶快帮你抽血 你抽血状况 然后你赶快去急诊室等报告 他就安排赶快联络一下说 我在心脏科这边的门诊 然后我们已经帮他安排抽血 他去急诊室那边 他其实到急诊室之后 症状就整个就爆发出来 在急诊那天在流关那边就已经有 电疾有压胸 后来我们赶快就后送 他就是因为之前的感冒 就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 比较特别的情况导致的心机发炎 那是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他喘跟闷的时候 他以为说可能感冒 他就拖下班还不赶快来看 然后等到九点多十点才加挂进来 就已经状况不理想 然后赶快接上体外循环机 ECOMO赶快后送 有一天就有一个 就护理师就说 田医师前面有传的病人 那我就直接先上电脑看 他七个月前来过我们医院 是看肾脏科 所以我就在看 他肾脏功能就是要洗肾的 所以我就直接走到他旁边 我就说就听起来真的是很喘 然后脚也是肿的 然后肺听起来就是有水的声音这样 我就说哇你这个 等一下我们可能如果做出来是真的要 那个有问题的话 就是要洗肾哦 因为我这看起来就是像 七个月前你才来 然后中间都没有回来 应该是有劝过要洗 然后不想洗 然后就不见了的病人 就他就说 好你等一下马上帮我洗 从这边擦就好了 从这边擦就好了 有经验耶 我说那你上次洗什么时候 他说我上次在A医院洗 我说什么时候是 他说两个礼拜前 后来我就去大陆工作 然后现在又传 我就赶快飞回来 然后我就说那你再上一次呢 洗肾可以这样洗停了 他就 对我就说那 他就说我不要一三五洗 他家属就说 他不听话啦 他后来去A医院 C医院 B医院 他就去了很多家 都没有重复 就是忍到那个 不能忍为止的时候 他才去洗洗 都是洗洗 所以他也没有做什么楼管 那些都没有 所以他也没有规律洗 所以他还勇敢可以到 前往大陆去 然后后来传呢 两个礼拜再回来这样 就后来我就说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看 报告是怎么样 就S光一照出来 他是只有一边积水 另外一边没事 然后肾功能 他这样子 这样子洗 肾功能稍微有下来一点 刚好很特别 就这边的水淹得太满了 所以他很喘 那这边水我们这样 我就用一个针进去去抽 就是血水 血水如果胸腔哥很有经验 如果血水都通常都会担心 是不是癌症 对 所以我就再把它七个月前的 S光调出来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区块感觉 就是不像是从肺的血管 跑出来的东西有一块 那这样子就可以去推 可能这七个月 其实他的肺癌 一直在慢慢的长 但是因为他不想去面对 洗肾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就不会去医院 所以就没有这样子 去规律的去比较跟追踪 对 那通常如果说肺癌 然后有血水 有胸部的血水的话 通常都很后面 我这边有一个糖尿病族的阿姨 那他其实第一次住院的时候 是因为他的脚趾头都黑掉了 那这种通常是因为 他的脚部的循环不是很好 所以在第一次住院的时候 我们有帮他安排 所谓的心脏外科 帮他通血管 然后把坏死的部分 把它切除掉截肢 那在住院的过程当中 有一天他突然早上 跟我们查房的时候说 医生我想要回家出院 我说为什么 你的伤口还没好 他说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突然有好像有发现 有一个面无表情的白衣女子 站在他的床边看他 他就吓到了 那他的怀疑是看到阿飘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的 在想说会不会是 晚上睡半梦半醒天 看到护理同仁 这样子 那但他就坚持要出院 后来就改门诊追踪 那因为他回家之后 不像在医院的血糖 控制这么的密集 所以他的血糖就一直 高高低低的 那也因此在过来几个月之后 都开始脚步又开始 慢慢的恶化下去 那回来门诊的时候 我们也通知他说 你可能还是要住院处理一下 不要再拖了 那但是他就一直说 可是我想再看一下 就门诊最终就好 那等到再过了几个礼拜 过了年以后 他的先生推着轮椅带他进来 然后脚上还带了一个塑胶在包着 那其实门一打开 就已经闻到恶冲 那其实我们打开一看 我说你这个要赶快 可能要甚至要结识都有可能 那他就说 可是这个上次住院 他呢他会有点害怕 感觉好像医院有点不太干净的感觉 那我说没关系 这次我们帮你安排 四个人一间的房间 大家都有办 那他就说 坏了他老婆 结果我核心上 意思我看到六个人 结果后来这一次住院呢 只好帮他做了一个西夏的节肢 做了西夏节肢以后 过了几个月 他就可以装了一支 就开始行动 所以他的因为装了一支以后 他的活动会比一般正常的能量 消耗要多一点点 所以他的血糖也控制好 生活品质也变好 所以他自己回来也说 早知道就是死 不必要拖延这么久 真的 来接下来看 坏事做不得 疾病会让你露馅 我来讲一个50岁的男性 他是在汽车旅馆 在做快乐的事情 然后离行胸口痛 胸口痛因为他知道 他平常心脏就有问题 他有随便带那个舌下寒片 那就赶快吃一颗 可是送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 血压身在60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胸口如果是 血压掉这么低 大部分都心肌梗塞 心脏已经功能很长 可是一检查 其实又不是心肌梗塞 那等到慢慢我们用一些药物 让他回身 包括打电滴 确定应该还是跟那个扩张剂 那个舌下还没有有关 可是因为他掉的时候还是很离谱 后来再反复确认 原来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他还有多吃一个药 吃什么 叫做壮阳药 蓝色的药 他可能太兴奋了 就是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不可以兵用 因为壮阳药它本身也有血管扩张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市面上最流行这两三类的壮阳药 最开始是拿来设计做心脏的药 他是要血管扩张 心脏的效果没那么好 中腰部位那边的效果特别好 所以现在的用途 已经不是治疗心脏病 是治疗男性部位 可是他跟那个舌下寒片 一定不能一起用 所以之前也有人在讨论说 要不要床头放一个小小瓶的 那个救星舌下寒片 一有痛就可以拿来寒片 那个不行的 除非你是被心脏科医师诊断 他就是狭心症 他是适合用的 那个药才可以 现在天气有时候忽冷又忽热 所以也很多人家心会受不了 所以床头上是不能不适合 包括像例行性的RSP0 例行性的用这些救星 多有相对的风险 像胸口痛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主动卖玻璃 他是裂开裂伤的 所以你说如果半夜痛起来 就要趕快挂急诊 就挂急诊 不是自己随便来 突然的胸痛 前胸 包括或下巴或肩膀 甚至会躲到背后去 三五分钟没有改善 就打198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